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 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Becky 我们回来 特别人都会想知道 究竟飞机师和空姐 会搞出很多国关系 男女关系很混乱 甚至看剧集什么 什么《充装萌丝》 全部都是这个和这个一齐 都接过头这个又要和那个 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当然要娴嚴 誇大 在我那个年代 郭太对于飞机师 是非常高好他们 因为很难得 要请到飞机师 在外国又要有这么好的质量 有这么多的飞行经验 所以就会给他们很多福利 吸引他们来 嗯 还有我想飞机师 都可能会有很多人 就是会很上升 哇飞机师啊 就像医生和护士那样 是吗 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 是不是真的 就是外界都是有时候 都夸张了 什么 我说很多时候夸张了 但是有没有说 随着那个年代 都有不同呢 嗯 有没有说 有时候就守规矩 一些 以后就是 年代就开放了 都会的 是不是 因为大家的 就是 取向都不同了 又开放一点 现在那些人又 那我们以前真是保守一点 嗯 真的不会那么 就是不可以那么 不是真的 别人说到这样 嗯 不过我自己 就真的 看这本书里面有说 就真的 我自己也是同一个飞机师 是 真的 就是 产生了一个很 很轰轰烈烈的恋爱 是的 是的 就是我 就是改变我 把我的人生 人生啊 思维啊 就 改写了 嗯 对于我来说 是 其实 那时候 差不多已经公开了 所以 都没得亂来 嗯 因为公开了 有没有说 如果被同事 知道了些关系 会 那些人会通常 这样戏你还是背后说 会的 怎样配得他 或者这个很花心的 你不要选他 人多的地方 都多是非的 是 所以我们都要 live with it 是吧 就是大家 总而知 我们要 怎样说 吃得咸 抵得喝 真的要 小心 小心说话 就是 留意自己行为 嗯 Bicky妈妈 做了很多年 都经名过 由启德 去到七七亚角 其实 有没有分别 这两个年代 哎呦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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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 很大很大很大分别 我们是很忠情启德的 嗯 很喜欢的 就是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就是 你比我来说 是一个亲切感 首先我去 启德机场呢 我飞了这么多年来 如果在启德那个年代 我从来没住 离开过 15分钟的车程 嗯 都是住在 启德机场附近的 15分钟车程 嗯 本来是搬去的 是很快 是 那 方便 还有一个特点呢 你走过 你好像看电影都看到的 就是在九龙城对面那里 那些 那些铁丝网上 已经看到飞机起飞了 是啊 那些铁丝网上 是啊 我曾经在九龙堂 住了十几年 那个飞机就在我头顶 在我家屋的楼上 我的天爬 有一个Landing light 嗯 我一听到 如果那些飞机 是很大声很大声的 我就知道是国泰了 哦 大机 不是 不是 因为呢 启德机场是一个很挑战的机场 嗯 如果 我们只有一条跑道而已 嗯 要么呢 就是Landing的时候 如果它在Land 进去九龙城 嗯 然后就出海 嗯 然后就走回来 这样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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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Landing 那边Landing 然后Taxi 回到机场 那如果它是Land 进去九龙城 呢 前面就是 獅子山河 嗯 大部份的Airline 是不敢对着 那个叫做 Taxi 拉直到九十度 这样的 嗯 大部份的Airline 都是会 这样的 嗯 就是 弯弯的 是的 弯弯的 不敢这样 直到Landing 因为Landing很多 嗯 我们想起以前 如果我们自己坐飞机 很多我们都很喜欢 跟Captain说 想进去看他们Landing 嗯 是很漂亮很正的 因为呢 如果在外面Landing 你如果在九龙城那边Landing 其实因为是看风的 嗯 跟风向有关的 不是说我喜欢 还是不喜欢 嗯 在这边这样Land 接着呢 take off也是这样 是快很多的 嗯 因为我这架飞机Land 接着下一个呢 就起飞 这样呢 是快很多 因为那架飞机场 忙碌的时候 多数都是这样的 晚上的飞机全部都是这样的 嗯 嗯 所以呢 晚上Landing 是很棒的 嗯 因为它要兜 它在外面飞回来 是 它要在香港环绕一周 这样才可以兜到来九龙城的上空 嗯 嗯 那你在九龙城Landing 其实那些乘客都觉得很Amazing 是啊 是啊 只能看到电视 天线 甚至闻到一条外臭 是啊 是啊 那时九龙湾的海水是很臭的 是 Fragrant Harbour 哇原来就是这样的香港 我试过有一次很明显 我只能看到我的厅里有人坐在那裡 我看到我的厅里 我的朋友坐在那里看电视 是 你想想多近呢 嗯 因为 那时我住在嘉林那里 你知不知道有一家书院 叫做民生书院 嗯 就是民生书院那条街尾 哦 那我们那个大厦就是三层高的 是 三层高的顶头 就有一个Landing light 嗯 那就是说 那些飞机师可以跟着那些Landing light 这样就Land 上去 嗯 嗯 它们也可以这样这样 就是 就是 一个 弯的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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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其实看着 看着 哇 Land 我真的看到自己的朋友坐在厅里看电视 真的很特别啊 那个感觉 还有那个年代呢 我记得在启德年代 是特别 可能第一 是方便 因为启德那个位置 是的 很多是接机送机 第二 可能以前搭飞机也不是那么普遍的事 所以 哇 出去一定会派手信 一定会有人接你机 送你机 就很热闹的 机场 是的 反而设立国 可能有时候大了 嗯 那种热闹跟以前是差很多 没有 完全不同的 没有那种气氛 我记得我第一次 是1963年去机场 嗯 那次 就是我三叔呢 就移民去美国 他们一家人移民 我们是几十人去送机 是 几十人去送机 是 是的 那还要一早去送机 嗯 他们说 带了一身金气 很多金气 带了很多东西 嗯 又拍了很多照片 嗯 那他们入闭了之后 我们又要走上去那个 疗望台那里 看着飞机 真的好像黑白片那样 是的 但他们看不到你 真的好像黑白片那些 那些景 是的 1963年 是的 你想想多久 是的 就是 还有 就是在那个 齐德的那个年代 是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什么时候 的人情味都不同 以前我们的香港 是啊 是啊 很有人情味 我记得 嗯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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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我们很流行 下机后 去九龙城吃东西 嗯 有些人早的时候 还去买菜 嗯 因为去九龙城街市 买菜 是的 有很多店铺 都吃到我们熟了 嗯 有几间店铺 譬如那些吃鱼蛋粉 嗯 潮州菜 嗯 那我们当时有一间叫做 九龙城 嗯 嗯 新铜铺 新铜铺 哦 九龙城新铜铺 是 所以这枝新铜铺就是 就是出名吃鱼翅 但是是九龙城 嗯 因为潮州铺 潮州铺 是吃鱼翅 是 新铜铺 是的 九龙城的新铜铺 那就是等于在这些地方吃鱼翅 很开心 嗯 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那些地方吃东西 有时候下了机后去烧夜 我试过一次 和一班人去那里吃晚饭 嗯 那接着就知道 哪个哪个哪个 有几点钟就到了 嗯 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在这里 很近而已 他们在Landing了之后 在机场收到信息 嗯 那时候没有手机 很简单的 就打电话回去 给公司 就是那些叫做 嗯 我们有时 就 上机前 就要 下机后 就要 debrief 就要回到公司 看看公司有什么 message 告诉我们 那些东西 那我们很自定 就告诉他们 就告诉那些同事 哎 我们哪个哪个 在九龙城哪间 在吃东西 叫他们来 可以 由吃晚饭时间 一路吃 吃到凌晨 一两三点 嗯 是吧 不同行公司之间 就是不同行公司之间 就是不同行公司之间 多不多 都会大家交流 做朋友 嗯 这个经验呢 就是我 罢工之后 我参加了工会之后 就有了 是 之前呢 之前呢 都是呢 久不久工会 尤其是接近年底 工会呢 就会开工会的 那些叫做EGM 就准备商讨 下一年加新 那样 那样 就会 就会开会 那样 但是那时候 开那些会 好像联谊会那样 很开心的 我们一收到消息 说 有那些工会开会 那我们就一定会去的 嗯 因为呢 他们多数呢 就是在一些中式的酒楼开 那样 就 早点去呢 就打麻将啊 打完麻将 好像请喝那样 哈哈 就是工会那个 那些叫做EGM 或者周年大会 就好像去喝酒那样 四点钟呢 就去打麻将 打完麻将 打完麻将了 开始开会的时候 就未上赛的 那样 就在那时候呢 大家呢 就坐下在这儿 开会 那时候那些主席啊 执位啊 在这儿 跟大家讲一下 有些什么消息啊 那样的 那样的 那其实很好玩的 是 但是最初 那些公司怎么看你们 就是那些工会成立 会不会得到 那不是会搞很多麻烦给我们 那时候呢 其实是 其实那个关系是很好的 嗯 初头 是啊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嗯 那就 啊 虽然有个工会 但是那个性质 最初的性质呢 都是一个联谊性质 嗯 大家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飞了出去 不同的普通工 普通工 可以放星期六 星期日 就可以 一些同事就可以 搞活动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的嘛 我们飞了出去 有些什么假日 五成我们没有假放的嘛 嗯 唯一可以 就是 大家找一天出来 谁放假就来 嗯 就是谁来到就来 来不到又不能来 嗯 所以我们都很珍惜这些机会 就是出去可以 就是白一下 认识一下人 认识一些同事 嗯 那就讲一下 你这班记者有什么事 我这班记者有什么趣事 那就是讲 很好玩的 嗯 那都讲一下 都会是出发 嗯 那些人是出发 要自己在酒店啊 那些 有没有一些灵异的经历 或者同事 讲多 会不会都多 以前很喜欢的 是 很喜欢讲这些 是 其实我上training的时候 已经讲鬼鬼了 是啊 就是吓你们先 是啊 叫我们预备 就是在上training的时候 那些 那些导师 那些instructor 已经在这些说 你们会听到的了 有哪间酒店呢 哪间房呢 就有东西看的 你们小心点 已经很多 陷阱 每一边到哪间酒店 最多 都讲了 嗯 那有些真是很害怕的 有些真是时分低 就每天都见到的 有一个最出名的 每天都见到 每天都见到 是啊 我们觉得它是时分低的 没理由每天都是 是 是 那 那 我自己呢 就 未真真正正正见过 我想我 煞气大了 哇 是啊 那么多年都没有见过 算很紧 只是我爸爸走了的时候 我就见到 嗯 我是感觉到它 是 感觉到它 我是不知为什么 我睡了下床 就 见到 即我感觉到 是我爸爸 嗯 给我看到那个镜 那个镜子呢 是一个 蓝色的尖 里面有个 寶寶在那里 嗯 那么 我自己后来 我收到那个 message呢 就是 因为我爸爸刚刚 过世了 过世之后 刚刚我有一班 飞行 那我觉得 刚刚他走了 一个星期 我都 做不到什么 不如我飞吧 嗯 因为我们有那些 叫做 嗯 嗯 就是 如果你因为白事 那公司可以给你 做三日隔离的 那我说 不无论 根本什么事都做不到 那不如飞了 这班 飞吧 嗯 我记得是飞了出去 欧洲 不记得了哪里 那我在那里 就 感觉到 我爸爸告诉我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呢 我看到 我看到那个镜子 好像觉得自己 睁眼看到 那个 我躺在床上 我看到那个镜子 是有一个 蓝色的尖 然后有个嬰儿 躺在里面 有一个嬰儿在里面 就是一个蓝色尖 一个嬰儿 那 我自己得到的讯息 就是我爸爸很希望 我会生嬰儿 和生儿子 嗯 很可怜 很可怜 我自己觉得而已 那不要紧 你自己觉得 什么收到什么 就是他给我的讯息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是很信 灵意这件事 是 你收到的讯息 就是他想告诉你 嗯 他想告诉我 他想告诉我 我各样都想不到 我觉得 他是这样想的 这就是你一次了 但是 为什么那个同事 会遇到很多 通常是每一次 去同一间酒店 同一间房间都遇到 或者怎么样 去哪里都遇到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他是特别惹的 是 我听过呢 有一个菲律宾人 很厉害 跟他妈说 那个女孩呢 嗯 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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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半夜 他自己起室 走了出去 嗯 他自己走了出去 跟着呢 他就跟着呢 他就见到 他就见到 他就见到一个影呢 在他那张床上的尖 嗯 我说 这么猛烈是不是 我真的不 不 不知为什么 那些人 有很多这些疏离 就是我 但是 嗯 我觉得是好笑 是 事实上 真的有些人 譬如 回来 看到他 为什么他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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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他为什么 他说 他在房间有东西啊 我不敢在房间睡 是害怕到这样啊 但是平时 就是那些房间 是公司安排 还是你们抽签 不可以 没得抽的 呃 因为其实那些房间 是差不多是 哪几层的 准备了 给准备的Cru 有几多班Cru来到 那去到呢 就已经是准备好了 就是一人派锁匙的 那真的很多 很多 原来有几间房间 是 知道哪一间房 是 那怎么分呢 对那间房 那如果分到 一住到那间房 就立刻不住 就立刻 那边分到那间房 就跟其他妈的房 就搬到那间房 是 那有没有 讲哪些酒店是特别多 或者哪一道 国家的特别多 呃 西加坡 曼谷 是 就是多东南亚 是 全部南洋的地方 是 是 有没有说最恐怖的 就是听闻过的经历是 呃 呃 好笑 好笑 就是 因为我不怕 但是因为小虾都不做 我因为这样不做 那没有 那没有 不过 我想会有些人 他真的时分低就会见到 那那当常 那飞机有没有人会遇过 飞机上 飞机25 就是飞机上 遇到灵异的东西 甚至有见到UFO 这些有没有 有人见过 是飞机都有 是因为 你都搭飞机 呃 是crew 因为他们出了意外 是一宗很 很sad 很tragic的意外 嗯 是在 呃 有两宗 嗯 是其实都很无款动 嗯 嗯 一宗呢 就是 哎呃 还剥了头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是剥 将那个 一个空姐 他和一个男孩 就 呃 呃 一同住的 是 那 那这个男孩呢 又 召了我们 那 跟着 就呃 他就 飞完 回来 就去他家 那 他呢 另外那件呢 就跟他 总之发生事件 那这个女孩呢 就被人 杀了 嗯 两个合謀 杀了他 杀了他 嗯 接着 煲了他 嗯 煲了之后 把头呢 就找个 捞了下去 塞了下去的Kitty 的公仔 好恐怖 恐怖的 是啊 那么 那个女孩我认识的 我记得他的 嗯 因为 为什么没有人发觉的 嗯 那么呢 我也都知道 有个律师去 那个律师 去做这件案 那个律师 哎 臭到不得了 嗯 那 为什么会发现呢 是因为 他本来 写了Roster 他是miss flight 打电话 没有人听 找家人没有人知道 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 嗯 那就是 嗯 那就是 啊 就是 嗯 那就是 還有一宗在紐西蘭,我們其中有一個馬來西亞的空姐,她是很特別的 她們租了兩輛私家車,其中一個馬來西亞的女孩本來是坐這輛私家車的 突然間她說我坐這輛,她坐這輛私家車的就沒事,那輛車就沒事 但是她就調了另一個人去,這輛是兩個不同的人駕駛,兩個都是男人駕駛 這輛是四個人,這輛是四個人 這輛車不知為何他們一直駕駛在奧克蘭的地方,他們自己駕駛去玩 可能因為在高速公路駕駛很快 而高速公路駕駛有很多汽車,那輛車是很高的 車底也很高,可以直接吸收你的對流器,直接吸收他的車 車底進去,他們很慘 那次香港公司又請一些法師去招雲回來,那輛機上又留一些位置給他們 讓他們當他們坐飛機回來,回來香港 這是很悲哀的一個案子 網友問你,有沒有試過駕駛飛機死了? 可以試得多了,一場飛機平均差不多兩個多月一單 那你的屍體怎樣處理呢?在飛機上? 沒有的,如果真的有位置,就真的放回到位置 那旁邊的客人呢? 那通常都是有家人的 通常都是家人的 我自己經歷過一個人,他講明告訴他,他家人陪他回來香港 他要死在香港,是很特別的 他又不用吃東西了,有家人,好像有沒有 他就插了喉,我們是不用服務他的 是很特別的,那時候的飛機還沒有那些空間 我們是要抬他,抬他下去樓梯,然後放他在輪椅 我記得我有份幫忙抬他 我們訓練過一人抬一邊,這樣下去 很特別的,一放他在輪椅,就硬了 因為一碰到香港,因為他的腳一碰到香港 他就立刻… 即是他的心願還了 他在飛機上坐在那裡清醒,不許他不吃東西了 而且平時在乘飛機中吃東西都是這樣綁著安全帶 是呀,照綁安全帶 就是沒有其他東西 是呀,是呀 我試過一次是一直在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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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跟他做那些心臟部,還有給他養氣 一邊在輪椅,一邊在輪椅,一邊在輪椅 接著一架飛機輪椅了之後 飛機有醫護人員上來,送了他去機場 送了他去機場醫院,這樣這樣 救回那個客人,後來公司寫信多謝我,很開心 也好,這些東西都很少 最後我想問一下德琴,為何你會出這本書 《空姐長毛》呢? 其實是一個夢想 我入了工會當主席 經歷了很多和管理層對著幹的經歷 有很多東西是不為外人道的 嗯 所以當時就跟一個醫者說 我只懂英文,我又不懂寫中文 不如我們合作 我退休之後寫一本中英對照的書 爆料的書 就是這樣說 這個是我自己當時的夢想 是 那 我寫英文,你寫中文 我寫完英文,你回原來寫中文 真是這個是我自己的心願 真是很幸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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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我就去見她 那我說 蕭先生,為什麼你會對我的故事有興趣呢? 我說 佔中之後 我那些工會的時跡很濕碎 欸,不同啊 我留意了你幾年了 覺得你一個女孩子 為什麼會和一家這麼大的管理層對抗呢? 嗯 那就是了 或者我沙淡一點 嗯 嗯 嗯 那我說 嗯 我們 留意了你幾年了 我們現在已經佔中完了 嗯 那為什麼會 我這些事情很小事呢? 嗯 那她就說 佔中是不同的 佔中他們是有一個政治的理念在背後 那你又沒有 你真是個心是幫那些會仔爭取福利 那我說 那我說 好吧 不過我的故事很多 很長的 嗯 拍電影不夠的 其實我是想寫書的 我想寫書 好好的,我們幫你出 哇 那我真的很驚喜 就是反而不興趣 她說 你把我的故事拍成電影 我起初以為 啊,你想拍《沖上雲燒》第三集嗎? 哈哈哈哈 她說 你想拍《沖上雲燒》第三集 欸,不是 那些真是假的 哈哈哈哈 她說 那我說 那 那 你找找羅琳做吧 是不是? 嗯 她說 因為我跟羅琳飛過 是 哈哈 她沒有選到之前 我跟她飛過一班機 嗯 是啊 嗯 嗯 然後她說 我們是想 想你講一下奮鬥的故事 嗯 因為當時她就出了一個故事 拍了一套電影叫做《五個小孩的故事》 就是講一間即將會被殺的學校 嗯 中央的校長就救回那個學校 嗯 為了五個小孩 他救回那個學校 嗯 那這個故事呢 她說 哇,原來很修得的 原來那些人呢 是很喜歡寫實的故事的 這樣說 我對呀 我只懂得講事實講出來的 這樣說 好了,好了 她叫我寫 是否我寫英文你們幫我翻譯啊 這樣說 不是 我不會懂得寫中文寫作的 這樣說 可以了,可以了 你寫完中文先 我們寫完 我們會找人 跟你 把你的故事告訴他 然後他寫完中文 那我就 就 就寫完 真的 line by line word for word 來寫好中文那一刻 嗯 那他就開始 落筆 就寫英文那一刻 嗯 那寫好之後呢 就 就 教對啦 找人 edit 那樣 但是後期 蕭先生呢 就跟我 就 break 了 contract 因為 他自己的商業理由 那我說 不要緊要咯 那當時 那幫 蕭先生的同事呢 個個 很緊張 看我什麼反應 嗯 不知道我會不會告他呢 是 叫他 報告他為約 我說沒有啊 我回來了多謝他啊 嗯 我多謝你令到夢想成真 不如你介紹一些書箱給我 讓我可以繼續 把這本書 是 就是出版啦 那我是很開心 結果是這樣 嗯 因為這本書的 變成了呢 我拿回主權 是 因為一路以來 我一路寫 寫好這本書之後呢 蕭先生呢 他決定了個書名 叫做女鐵人 不是鐵娘子 不是鐵娘子 鐵娘子 沒有得改 嗯 我說鐵娘子 我不是鐵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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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鐵娘子 是anti 公會 嗯 所以呢 跟我的形象是不合 那時候我就覺得 嗯 不太對 但他不肯改 那還有這個書 封面呢 他也設計到 我又覺得不太合我的意思 因為 因為我覺得 表露不了 那到我寫好一本書 之後整好一樣 就是欠個書面 那我很開心 前後左右 和那些相片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意思 嗯 那連個書名 是的 連個書名 大家開始聊聊聊 不知改什麼名字 那突然間 洪出版的 他就說 不如空姐長毛 其實我想說郭泰長毛 不過不行 郭泰你會 人家的版權 那好吧 就空姐長毛 原來呢 爽那個報紙 就把郭泰長毛 改了空姐長毛 嗯 那我覺得OK 空姐長毛 那而 英文那個title呢 那我就 有很多人 給我意見 那我就突然間 就有很多人 那時候 就覺得我 好像那個 啊 David 嗯 所以 咦 就這樣 我又一個人 小小顆 因為如果我就這樣翻譯 做Long Hair 沒有人 不會明白的 是 但是如果我改 The Little Big Fighter 那我想 那些鬼佬就知道 What to expect 這樣 嗯 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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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咦 都貼切 那當時我問一些 這本書 我有給幾個 Native Speaker 幫我 Edit的英文那裏 其中一個就是 他幫我寫序的 Professor Gale McDonald 嗯 那他都 覺得 那個名字 都很好 嗯 嗯 那我就是 是我自己人生之中 我覺得 是我唯一 一個 夢想成真的東西 我覺得很開心 很感恩 那這件事 那大家即現在去書局 都可以買到 可以買到 對 還有可以上 紅出版 紅出版 是的 最近都收到他的版稅 是嗎 那也好 那今天很感謝 Becci媽她上來 即是很 很專業 很 即是那些經歷很有趣 鎮五都聽到 多謝你 瓶瓶有味 是的 多謝你 不好意思 不會有食螺絲 不會的 好 感謝 好 有機會我們再找Becci媽 再上來 好啊 多謝你 請回答 讚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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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